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九九点七 爱乐电台FM九九点七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家瑜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地 来为大家介绍原杂剧 为您邀请到的就是 东华大学国际红学中心朱家文教授 朱老师你好 家瑜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朱老师之前跟我们介绍的原杂剧 我觉得都是缠绵肥测 或者是正气凛然 对 但是今天介绍这个 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出戏 我们其实也可以说 她有一种另外一种深情 因为这个杨月真 这样的一个女子 她很聪明 同时她有爱她的丈夫 所以才会把她导向正途 如果放弃了她 那就不相爱了 今天要谈的是杀狗纪 杀狗就是那两个字吗 杀一只狗的杀狗 对 大家可能觉得很惊讶 或很尴尬 但是这个就是古代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跟我们今天的观念不一样 不过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不杀狗的话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可以导证这个孙华这个人的坏脾气 或者是怪癖 是 杀狗纪呢 其实有 剧本其实还写的蛮完整 也蛮长的 只不过今天因为呢 动保跟环保的关系 我们很避免 再去谈这个话题 或演这出戏 但是她却是 我们上一周介绍这个 就男戏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四部男戏的其中一部 金钗纪啊 白兔纪啊 那拜月亭啊 现在就是杀狗纪 他的地位这么的重要 对 他的地位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谈一谈 故事里面一开始的时候 这男主角就是一个 恶行恶状的人 叫孙华 他的这个 就是不走正路 每天挥霍无度 另外就是呢 对他的弟弟呢 就是唯一的亲弟弟 孙荣 一个荣一个华 对 非常的不友善 我们可以想象 这样一个时代背景 那因为呢 就是圆杂剧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来到了 到原末明初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又是一个动荡的一个乱世 那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 中国人最重视的 就是孝涕 是 孝涕 我在读那王阳明的 传习录这些作品的时候呢 有一个心得 因为王阳明的 就是写书也很口语化 那有学生问他说 老师什么是孝 如果是问孔子的话 孔子就会讲 很多英才师教的话 就是如果你是 顺从父母亲的话 如果你是如何如何 那这个王阳明的回答 就非常简单 因为他心急是理 处处要治良知 所以他就说了 什么是孝 你回家看到父母亲 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孝 对 那老师什么是剃 他说剃 就是你看看你周围的兄弟姐妹 你自然就知道怎么样做到剃 所以孝剃 一个是对父母 一个是对兄弟姐妹 对 而且呢 这个不用人家教的 自然就会 这是天生的本性 但是今天如果说 孙华呢 对他的弟弟孙荣呢 非常的不友善 甚至把逐出家门 让他流落在外 那这个我们就要觉得 很很警醒 或很醒目 就是怎么天性都泯灭了呢 对 你不是回家 看到自己的弟弟 就知道说 剃是什么意思 看到父母亲 就知道孝是怎么样做才对嘛 那现在如果做不到的话 还觉得问心无愧 还觉得每天挥霍无度 每天这个自由自在的 这个跟朋友 酒肉朋友吃酒啊 这个就是玩耍 丝毫没有家庭观念 没有负责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 都无所谓的话 那就是 那就很严重了 人伦出了问题 人际关系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想无论这个杀狗记的作者是谁 等一下我们会来探讨一下 究竟是哪一位大作家 他其实对于社会上的那种人心不古 或者是说这种 不重视这种家庭伦理 没有家庭观念的人 给予他很大的这个争辩跟踏法 他希望就是大家能够重视家庭生活 能够重视亲情伦理 所以才会一再去写这个作品 那这个通常都是在乱世的时候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疏离 或者是说伦理的这个观念很轻薄 或者是很淡薄 对很淡薄很不重视 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 又是一个乱世 又是一个大屠杀的年代的时候 血流成河的时候 有蒲松林 他写辽斋之意 里面其实也很多类似的故事 所以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 每逢这样的一个不是盛世 不是太平盛世 而是乱世的时候 人吃人的时候 人骗人的时候 那个就是立字当头的时候 亲情伦理 就是面临很大的一个关卡 或者危机 孙华呢 有两个好朋友 是一个叫做柳龙青 一个叫胡子传 总是跟他们混在一起 那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一个骗子 就狐朋狐友 坑蒙拐骗 怎么样呢 原来这个孙华呢 跟他们一起去喝酒 终日在外面呢 吃喝玩乐 也不思长进 有一天呢 在这个可能就天候不好 下大雪的这个天气里头呢 孙华就喝了半夜 喝到半夜才回家 那半夜呢 就是在途中 雪地难走 我们都知道 那雪下得很深呢 就是踩下去呢 又把脚拔起来 一步一步就走得很困难 后来终于就扑倒在雪地上 扑倒了以后就觉得 哎呀走不动了 好累啊就他两朋友 就把他留在雪地上 也不管他 也不管他 还把他的那个玉板纸 身上的身上的一个钱包啊 全部都拔走了 真是坏朋友 真是坏朋友对不对 那平常就是看着他有钱 就跟他一起吃喝 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呢 所以他我们真的看不下去 那他的太太呢 就觉得更难过 扛不动老公啊 就去找他的弟弟 哦 弟弟不是已经被赶出去了吗 那个时候还在家里 好 那他把他找来就说 我现在扛不动你哥 好 那所以孙荣就把哥哥背回去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 他戒指不见了 嗯 他的皮夹也不见了 嗯 所以他就说是弟弟偷的 哦 这才把弟弟赶走 哦 就不分青红造白 就把他赶出家门 那这弟弟呢 就是一个 我们把他想象成 还在读书的一个高中生好了 嗯 因为书上说他 知书达理啊 就是喜欢读书 嗯 家里面都在读书 所以将来也可能 也是想要参加科举考试 嗯 能够好好的 就是能够走上仕途啊 这样的一个道路的人 是个正派的人 嗯 可是现在被他赶出去了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 嗯 所以呢 聪明的这个巧妇啊 啊 这个嫂嫂 嫂嫂 巧妇常伴酌夫 就不怎么高明的丈夫 笨拙的拙 拙 巧妇伴酌夫 所以呢 这个 杨岳珍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嗯 他就跟邻居买了一只狗 哦 然后就是 土狗计就这样出现 他也真的蛮感的 他就把这只狗杀了 哦 以后呢 就是变成 大概是很大的狗吧 我想是大型犬 哦 那就把他穿上人的衣服 哦 可能还戴帽子 之类的 打扮成一个人的样子 把他丢在家门口 哦 把他丢在家门口 然后就等着丈夫回来 嗯 丈夫又是最熏熏的回来 回来以后呢 就踢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绊倒了 嗯 起来一看呢 就以为是一个 一个人 一个人的尸体 哦 那就吓坏了以后呢 就去找他的柳龙青 跟胡子传 他还去找 找那两个 那就是 就是久死不悔 就是不能改过 那去找这两个人来 这两个人一看就说 也是那个昏天暗地的 看不清楚的情况下 又听到 春华会声会影的说 有尸体在他们家门口 这两个人又心生歹念 哦 嗯 这两个人就是威胁 勒索他 就说 你家有尸体 这个是后面的事情 就是那两个人当场 也不管 就跑掉了 哦 第二天才来说 你们家有尸体 这个事情 要不要我传出去 哦 那不要我传出去的话 就给一笔钱 哦 勒索他 勒索他 那孙华不服勒索 所以这两个人 就真的去告 嗯 告了以后呢 就大家就对簿公堂 那前天晚上 这个尸体 后来怎么办了呢 那嫂嫂又去叫小叔回来 哦 这小叔好可怜 那小叔就 他小嫂跟他讲啊 说你哥不管啊 怎么办啊 两个朋友也不管 那这个孙华呢 就看在眼里 他那弟弟二话不说呢 扛起这个呢 就把他找个地方掩埋 嗯 后来对簿公堂的时候 就发现这两个朋友 真是坏透了 其实明明就是有给他们钱了 他们还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很可恶 所以呢 大家就对簿公堂 那这个县官就说了 那个尸体怎么回事 你从事招来 是不是你杀的 那如果他招任了 这个杀人罪的话 那就是很严重的 对 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他不能够承认啊 所以呢 就问孙荣 后来这个嫂嫂觉得 时机已经成熟 他就来到了这个 就大堂之上就说了 什么人 那明明就是一只狗 对 那所以大家不相信啊 就去找到那个原地点 孙荣带大家去原地点 打开一看 真的是一只狗 那真的是大行犬 对 所以就解决了这个 就人命官司的问题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 孙荣应该就没事了 对 孙荣从此就看清楚了 柳龙青 胡子传 是什么样的人物 对 所以这个杨岳珍呢 达到了他的目的 对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 团圆美好的结局 因为孙荣呢 会接纳他的弟弟回家 从此也就对妻子的话 言听计从 这个故事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有趣或者是很单薄的 因为后来兄弟 是不是真的就能够 同心协力呢 对啊 那夫妻之间 是不是能够破镜重圆呢 是 这个都有待考验 但是我们说童话故事嘛 或者是说 就是说一个小剧场嘛 他大概就是有一个 好的收拾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牺牲了一只狗 对 牺牲了一只狗要怎么办呢 对 这就很困难的地方 原来他有 两个阶段的 这个文本形成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 形成的过程的时候呢 这个孙荣啊 就扛了那个狗 去掩埋的时候就说 怎么这么臭啊 然后就说 是这种动物的味道 有没有臭 然后另外就 他掩埋完了以后 就回家一看就是 我的头发上 全部都是狗毛 嘴巴里面 也塞了一堆狗毛 然后就觉得说 好恶心哦 这样 但他那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事 事后 他不知道 他埋的是一只狗 他不知道 对 事后他才知道了以后 他才说 嫂嫂怎么这样 也不说一声 可是呢 后来我们看到 这个冯梦龙改成的 这个新的版本的时候呢 就不会就把这个 他觉得很恶心 塞一嘴狗毛 那个事情就把它删掉 就做了一个 比较干净的一个 比较卫生的 比较不会让我们看到 觉得很恶心的一个版本 但是狗狗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我们今天如果要让这个戏呢 能够有机会再登上 重新登上舞台的话 今天有点难哦 对 一定会被很多人抗议 会抗议 对 所以我们要好好想一个办法 譬如说呢 就是嫂嫂应该怎么样 更聪明一点呢 给狗狗吃一个 安眠药 让他睡一下 帮助我们完成这样的使命 或训练那个狗 会有一个警犬 对 有些警犬也很厉害的 就握倒 然后他就倒下来 对 对 可以假装一下 也能够就是蒙混过去 那孙蓉也不用真的扛着去 去掩埋 对 也许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觉得有点瞎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 或这样的情况 倒是一个很好的动脑的时机 让我们来想想看古典怎么样新编 才能够 在现代社会 对 重新的去演绎出它的活力 我相信有很多 很有脑筋的 很有创意的 很有创造性的 这个 年轻的编剧 对 都可以给提供很好的意见 或者是创意的构想 是 比如说有戏剧的社团的 或者是有这个独立工作坊 有些编剧的 或者是 就是一般听众朋友们 都可以思考一下 怎么改编 才能把这个杀狗记 重新搬上电影 电视 或是舞台 舞台上的一些童话童剧 一定会很有趣 对 杀狗记 金流败杀 表示说 那个时候 它已经是家喻户晓 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株戏 所以才有人说 无论他的作者是谁 当时的社会风气 促使这个作者 写下了很多 有关于 或者写下了一系列 关于这种兄弟戏墙 或者是说 就是内部的这个纷争 或者是伦理道德的 这个伦丧 必须要振作 或者必须要去重整 我们一定常常听说过很多 像三言两派里面 都有这样的故事 说 一家十兄弟 要分财产的时候 就把那个 最破的屋子 或者是说 最荒凉的一块田地 给了那个最小的弟弟 或者是说 给了那个 唯一的一个 孤儿寡母的那一户 那就那个 孤儿寡母呢 就是接收了一个 贫瘠的田地 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子 大哥二哥三哥 他们都得到那个广下 或者是 华下 华下 豪宅 或者是呢 有大片的土地 那他孤儿寡母 被欺负了以后呢 不打紧 就是一块贫瘠的土地 一栋破的房子 还配一个老奴 人家都是那个 美丽的女币啊 得用的小丝啊 把那个一个 快要申请这个退休 退休的 不住的人啊 就拨给他 那这个 孤儿寡母就 哭哭啼啼的 就是被人家欺负 哭哭啼啼啊 那个寡妇就说了 我们不是做寡妇啊 人家也不会这样欺负我们 然后就说博田就算了 老屋我们修一修 那个老奴呢 我还要多一双筷子 多一双碗呢 还要伺候这个老人家 就哭得很伤心 结果这个老奴呢 就不甘心 奋发向上 对 然后帮助这个夫人啊 重振家业 十年之内赚了一大笔钱 变成他兄弟里面最有钱的 类似像这样的故事 三言两拍啊 怎么等等里面都有 古今这个小说里面也都有 那也都是属于这个同一个时代的 就原杂剧这样一个时代的作品 如果我们把它集结一起来 一起看的话 就会发现 那个时候在讲这个 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啊 其实都是 感觉上好像他们也都很势利 就不是那种兄有弟公 互相友安 对 所以才会把它反映成为通俗文本 那希望能够呢 警惕世人 希望能够呢 有作为做到一点点教化的 那个意义跟效果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杀狗鸡 放在这个位阶上 或这个 就是这样的意义上呢 去关照他 也许我们就能看出 他的重要性 或他的价值跟意义 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我们也还是常听说啊 常听说就是 家庭不合的 争夺遗产 这个问题也很多很多 我想我们这样一点 然后听众朋友们的心里面就唤起了很多的例子 生活周遭的例子 所以伦理剧啊 这个部分啊 其实在原杂剧里面也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其实也很重要 那古代的这个观众 他们就是透过戏剧来达到一个 接受教育 或教化的一个 就是一个机会 农村啊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 就是比较低阶层啊 他们没有受到 很高等的教育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看戏 从戏里面学到一些教宗教校啊 宗教节义啊 生活道理 对 生活通常理道理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 蒲松林 他也有 他有一些婆媳的问题 还有这个 翁媳 就是公公跟媳妇之间 他也写过一个很凶悍的媳妇 骂公公 打公公 把公公的衣服都撕破了 凶悍得不得了 后来他 因为是聊斋 所以他也遭到报应的 这种故事 所以 这一些通俗文本的作家 其实他们都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有一种教育 或者教化的 这样一个身份 因为毕竟是读书人 就对社会 还是有一些 有能力所及的话 还是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是 好 这是我们今天 所听到的这个杀狗记 好像跟我们过去 所听到的比较是书生 对 才子家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透过了 朱家文老师的说明之后 知道在那个时代 那个环境 那个社会之下 其实这些读书人 写作这些剧本 都是有他背后的意义 那这部杀狗记 他的作者是谁呢 是有可考的作者 还是说他也是众说纷纭 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他的最多的这个人 指涉的一个作者呢 叫许诚 就是我们说珍珠的珍 那我们那个部首的地方 改成田字旁 许诚 那这个人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他 放在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角度去看他 首先呢 可能写这个剧本的人 本身呢 多半包括曹雪芹 写小说在内 这么大的一个 重要的文人在内 多少都是属于那种 无才可去补苍天 那种怀才不遇的 那样的一种 心境或者是心情 就是起一 第二呢 这一类的文人 无论他许诊 或者是他是许位 或者他是冯梦龙 或者是谁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是元到明 这样一个时代 时间点上呢 他可能就会 放浪行骸 纵情失久 或者是做一个文化人 文人 或者山 想当当的铜豌豆 对 就会做一个 做成了一个铜豌豆 那另外就是说 有一个山人文化的出现 山人文化 山人 本山人 自由妙计 那个山人 对对对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 中国的官僚体系呢 就是一个很完整的 力护理 并行功六步 然后他需要吸纳 大量的这个知识分子 参加科举考试 通过了以后呢 就是成为一个官僚系统的一份子 那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呢 很早熟 官场的制度呢 文化呢 也很早熟 但是 虽然这个体系很庞大 但是他还是不可能吸纳 所有有志于做官的 这些文人呢 跟读书人 所以一定有些人呢 就是履试呢 不地 但是我们还得要观察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履试不地的人 都很聪明 对 这些人其实都是 像那个风桥夜博 月落无提霜满天 江峰与火对筹灭 古俗城外寒山寺 夜半终生道客传 能够写这么好的诗的人 千古留名的人 他第一次就落榜 都考不上 对 都考不上 吴静子 刚刚我们说的 就是很多的人 他们在科举考试上 蒲松林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如此 那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道理今天 可能也可以相通 其实那个绝顶聪明的人 很有创意的 很有高才华的人 他不适合科举考试 对 不一定考得上联考 对 那个要很会做题 很会解答 很会考试的人 是另外一种人才 也很聪明 但是呢 就是不同的人才 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讲说 他从小 我们的老师辈 一定都是经历过 这个初中考试 高中考试 大学考试 研究所考试 他说 越走到后面呢 就觉得 越是一帆风顺 越是自己想要 研究的文学 或戏剧 那个道路 可是在此之前呢 连考都不顺利 有冲考的啦 冲考了以后 还掉车尾的啦 后面拉到了 硕士班 博士班 他就能做 自己要做的课题 那所以这一类的人 我都觉得 其实他有他的聪明 许诚应该呢 还有包括我们等一会儿 要谈的冯梦龙在内 其实都是如此 他是原末名出的 就是 早年的就是神童 14岁的时候 就考上秀才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宝读诗书 或者是文采斐然 下一句话一定就是说呢 履试呢 不递 这个就让我 就是很有感触 每一次看到这样的人 我都觉得 他这么聪明 从小就绽放光芒 可是后来 正式的那种 考进试的时候 或者正式要去 金城复试的时候 大概都履试不递 就是这些人 他不太适合 考试 智试的答案 或者科举考试 接下来下一句 第三句话呢 就会是 整日游山玩水 复诗饮酒 就饮酒复诗 这样的一个情怀 或者是情绪为主 那其实内心里面 还是愤闷的 还是不平的 不平是为自己不平 可能也为国家不平吧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 这样折损掉的人才 实在太多了 无论是古代或现代 都有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折损掉的人才太多 但是这些人 你看他每天 可能就是游山玩水 迎风拥越 就写写这个剧本 然后剧本也在舞台上上映 杨岳珍就杀了一只狗 他就写了这些 这些有趣的故事 之余 他们本人都是一些 忧国忧民之士 就是因为读的是 儒家的经典 典籍 所以还是带有一种 儒者的那种 忧怀天下的 那种一种 心情或心境 是 对 所以书读到了骨子里头去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想要舒展自己的抱负 想要有熟识的精神 希望能够为国为民 尽一分自己的心力 可惜就是 这个政坛或者说 这个政治界容不下他们 可惜的就是说 他还眼看社会的风气不好 风气的不纯良 没有办法回到古风 让他就读古书 跟对照这个现实的环境里头的时候 就新生很大的感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就会把 就是孔老夫子讲的那一套 把它转换成为这个剧本的 这样的一个写作 所以我们不宜小看这个杀狗记 杀狗记的背后可能还是 儒家的那个就是胸有地公 还有就是君臣父子 是 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 他的写作是维持兄弟之间的 彼此的和谐 希望能够社会也感染这样的气息 能够让这个家庭 家庭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 基本的这个单位 核心价值 对 这个核心的价值能够确立以后 这个广大的社会或者家国 就能够稳定或能够稳固 所以杀狗记呢 重点不在杀狗 重点在于夫妻的关系 跟兄弟的关系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朋友 朋友的关系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上一集谈到 这个拜月亭的时候 都是出门靠朋友 对 所以这个戏对我而言 如果稍微有一点点 可以在改进的地方 也许那个柳龙青啊 跟胡子传啊 他们也有改善的机会的话 朋友之间的关系 不要怪到底 对对对 不要是一个 从头到尾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 也许呢 会是一个更符合许诊当年 我不觉得他一定会是更完美的戏 但是他可能更符合许诊当年呢 就是希望回复这个儒家俗士的精神 君臣父子的这样一个 重整这样的关系的一个精神 可能会更好一些 可惜就是这两个坏蛋呢 后来就是一个 彻底的一个负面形象 不过从艺术的角度看呢 确实很好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有丑有美 他们刚好是一个对照 对对对 如果太完美的话呢 我们也不会就是觉得这个剧是一个好剧 但是呢我们可以理解到可以相信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作家他一定是对于这个世界有所不满 他才会为了要填补这样的一个不满 或者一个空虚才会去写作 我们朝这个方向去看的话 任何一个文本的解读 其实都可以跟这个社会 跟他所处的时代做一个呼应跟对照 是 哇 老师最后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任何一个文本的写作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那个时代 找到一个呼应跟对照 好 那这次这个杀狗记 它到底诞生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年代 以及他们的作者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下 写下了这部作品 我们稍稍休息一下 待会在节目的第二段 再继续请朱家文教授来为我们大家做介绍 欢迎您继续回到不只是昆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请朱家文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杀狗记 杀狗记我们刚刚提到 他的第一位作者呼声最高的是徐震 呼声最高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有一个版本呢 稍微就做了一点修订 就是冯梦龙 他也是一个有名的文人 另外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山人的文化 因为呢 再大的官僚体系 也容纳不下所有的读书人 尤其到了元代明代 这个大量过剩的读书人 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就从事了很多的出版事业 所以他们就成为一批又一批的山人 他们都叫做本山人 对他们就是本山人 那出版这些文化事业的 还有林蒙初啊 所以才有三言二拍嘛 那冯梦龙呢 他自己本人的写作可能在三言里面还占了大概六成以上 所以他很多的故事他自己写的 然后再来加上了一些修改认识别人的故事 来出现 所以这是其一 第二就是他也写了一些剧本 就是一些可以演的剧本 第三呢 他就出版了一些 就是类似像什么笑话 包括婚笑话在内 他出版婚笑话 因为这一类的作品呢 或者出版品呢 卖得比较好 他可以来贴补一下 别的卖得不好的 这个都是出版商的策略 所以文人的出路呢 要变得比较多元的话 恐怕要到元代明代以后 所以后来到清代正板桥 他们写字都有价码 所以开始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商品化的一个活动 或者一个经济的现象 那么冯梦龙呢 他是苏州人 那就是很有文化的一个城市 他的兄弟两个冯梦贵冯梦雄呢 都并称是无下三逢 所以都是很有才华的人 博学多事 才华洋溢 学问广博 接下来下一句话就是 屡试不地 我们上一次谈到过的 就是每一次考试呢 基本上呢 他都是落地的 那第三句话开始呢 就是出没于花街柳巷 这个出没于花街柳巷 我曾经看到过一本书啊 叫做冯梦龙与侯慧卿 侯慧卿是一位 就是花街柳巷的一个名记 歌记 对 我那时候稍微翻了一下 二三十年前看到这本书 翻了一下呢 就是他跟这个 这个侯慧卿之间的爱情故事 其实他到花街柳巷去 其实完全是为了侯慧卿 所以侯慧卿一旦选择嫁给别人 他就再也不涉足了 他就不去了 他就不去了 所以其实他就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 只是说外表看起来很花心 对对 很喜欢榴莲那个花街柳巷 但是其实他是个 他们都是严肃的儒家的 就是信徒 或者是说是个严肃的读书人 志在做官 就想要去 就是能够去有一个熟识的理想 你可以去完成他的心愿 但是呢 我们刚刚也说他是个山人 他因为屡市不地嘛 所以呢 他就曾经呢 出版了一些作品呢 应该算是色情的 或者是说猥亵的 哦 还有到猥亵的程度 有到这个地步 所以有一些 比如说挂之尔 还有 他还曾经出版过那个 教人家怎么样赌博 一个必胜的那种手册 赌博招数 对 所以你看 那个时代的文人 他已经解放开来之后 他就去做很多奇怪的事情 是 他就去做很多出格的事情 那做很多 我们以前的那种 就是范仲淹 欧阳修 就宋代以前 苏东坡 他们不会去做的事情 那元朝到明朝之后呢 就会整个都就是打开 所以我们看到 元明之际的杂具跟小说 里面的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说 男女主角的形象 会跟那个早期的唐颂的 那文明 这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 冯梦龙就是出版了这些 就是俗曲 那可能就是打情骂俏 那当时的那个尺度上来说 就有点色情 或者甚至于到了一点 引伪的 猥亵的地步 另外就是说 赌博可以做一本这个教材 叫人家怎么样赌博 这件事情 那然后呢 他就去找门路 因为呢 他这个要被罚款 搞不好还要坐牢 就是这样的书 其实是不容许的 因为他破坏社会善良风气 所以也被 应该要查禁的 查禁又被取缔 所以他就去找了门路 找了他认识的 这些都学提学 在炒作官的 这些人反过头来就训他 所以他也曾经过 做过一些糊涂的 荒唐的 就是少年时代 或年轻时期 就是突发奇想的一些事情 经历这么多 我觉得是好事 就对于他后来呢 无论是改写这个小说 或者是改写剧本 对于这个社会经历 有一些丰富的体验的话 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有一句话就是说 真正的传奇在民间 所以无论你是唐人传奇 或宋人传奇 或明清传奇 真正好的传奇的故事 都在民间 如果他长期就在民间 打转或打滚的话 他会跟一般的这个 在庙堂之上的这些 距离百姓疾苦很远的 这些王公贵族 会很不一样 所以他就能写出 真正好的文学作品 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 很严肃的文人 骨子里面还是 有点精神分裂的 一部分就是 喜欢找一些猎奇 喜欢找一些赌博的色情的 另外一方面 他还是比较儒家的信徒 所以他曾经到一些地方 去找资料 比如说春秋 左传 这些经典 他也做了相当的努力 要去研究 他跟当时那些 什么富社 东陵党这些人都成为好朋友 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他后来在年纪很大的时候 曾经就是不小心就考上了 一辈子都没有考上 不小心考上了以后 就到福建的一个县去做官 因为年纪大 但是他还是非常的认真 他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一个写小说 或者写杀狗记 或者改编杀狗记 这样的一个作家 他修限制 就是很严肃的修 这个地方上的限制 然后他会去募款 买一些药 来施舍给他们县里面的 这些穷人 买不起药物 这当然都是好事 他还去挨家挨户去宣导 阻止什么呢 杀害女婴 当时重男轻女的情况下 家里养不起 生下女孩子就弄死了 所以他就挨家挨户去 可能去贴那个 就是海报 公告 然后去做一些宣导 当时父母官 他们确实是 真的是父母官 责任跟义务 然后他就 大家愿意听的话 他就留下讲学 讲一点这个书本的道理 给这个地方上的人听 然后禁止他们迷信 迷信的话 就拜一些这个神明的话 适可而止 如果还有那种 在《红楼梦》里面 他很后来 到了清代的 都还有这种 就是请了巫师 到家里面来做法 更何况是在 这个元明时期 对不对 那他就是禁止 大家呢 就是去相信这个巫术 所以当时福建 还有这样的巫术的 这样一个习俗 另外呢 他就主动就是 本官先捐 这个一万块 然后大家跟着 纷纷捐钱 做什么呢 山里有老虎 他们要做陷阱 就去希望能够做到 抓老虎 陷阱能够去捕虎 这些呢 他都做了很多 他大概就是 总共做官 就是四年的时间 而且到了他晚年的时候 等到这任官 做完了以后 就到了这个 这个又是到了一个乱世 就是明末清初了 对 所以到了这段时间的时候呢 他希望能够去 就是去抵抗这个 就亲人的入官 但是大势不可逆 那所以他在清兵入官之后 不久他就过世了 我想他也是抑郁以终了 是 所以 这样的一个人的一生 我们重新再去回顾 再去观照他 就会发现 其实从元代的杂剧的作者 到明代的小说家 他们同时也写剧本 或是改编前代的剧本 特别是冯梦龙 我们刚刚说 那个一嘴狗毛的 被他删掉 他删掉了一些地方 就重新修饰他 然后再一次的这个 就问世跟出版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也对于我们这个元杂剧 做出了一些贡献 那他的一生呢 跟我们看到就是 很多文人的一个样貌 或是山人的这样一个 就是生活的努力 还有就是他们的愿望 还有他们的社会实践 这个部分 我觉得元杂剧 很奇特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跟其他的文类不同 其他的文类可能 譬如说李清照写下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甚至于包括苏东坡说 明月几时有八九问晴天 那都是个人的 那都是抒发自我的情怀 可是到了元杂剧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个面对社会的 面对的就是百姓的这个疾苦的 面对这个关心这个名模的 希望能够呢 为社会就尽一点力量 也许就是一种转移吧 也许就是因为科举考试的 这个不顺利 对不容易也不顺利 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怀才不遇 所以他才会做了一个转向 所以这些元杂剧本身的 那个社会的那个效益 或者是说对社会上的 这样一个是洗涤人心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我们等会儿呢 可以来听一听 就是今天呢 在温州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 哦 勇家戏 对勇家戏 他还是有被搬上舞台 对对对 我们好不容易呢 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戏曲呢 能够给大家看一看 说今天其实 在温州还是能够 透过欧剧的方式呢 去演出 欧剧 欧剧 欧呢 就是温州的这个简称 那我曾经去过温州好几次好几趟 那当地的老师告诉我们说 我刚刚买东西的时候讲话 你听得懂吗 其实我没有在听 因为那他们方言 我怎么会听得懂 你说听不懂 他说 对了 听不懂就对了 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勇家 或者是温州这一带的这个方言 就是他跟四周的那个 其他地方的语言都不通 打个比方来说 他就好像外太空掉下来的一个人 一种人 然后讲的一种语言 跟四面八方的这些 相近的这些村里 邻居 隔壁的省份 附近的这个林线 的语言都不能相通 是永家这个地方 他就独特的讲他自己的话 所以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边呢 要有密码传输出去的时候 我们不能讲广东话 不能讲客家话 那美国人他们会破解的 外国人他们会破解 就讲温州话 他讲的是真的吗 对对 那个教授告诉我的 他就说 这个温州话 他外国人就不能破解 因为听不懂 而且太少人会温州话 对对对 但是呢 回过头来我们要说 我们上一集也跟大家提到 就是从北宋时期开始呢 就是难度的时候 就把北宋的戏呢 就带到了南方 有很多的世代夫文人呢 逃难的关系 左迁的关系呢 来到了南方 南方有几个大城市 杭州是一个大城市 温州也是一个大城市 而且温州当时已经是 非常成熟的一个港都 商人很多 对商人很多 所以到了元明之际呢 都有长足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说 很多的戏呢 都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呢 就从北方呢 带入到南方的 当时有一个叫做 书会才人 书会就读书会的书会 书会才人呢 他们就是会把地方上的一些 就是图语方言 所演出的这个戏呢 转为一个世代夫流行的 流行的一种剧种啊 或者是说语言啊 或者是唱腔啊 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可以到处去发展 其实他是经历过一段历程的 就早期的历程上来说 包括这个读书人啊 在朝为官的这些官员们 包括刚刚骂那个冯梦龙说 不可以除那些赌博的 色情书的这些 在朝的这些读学 或者是巡抚啊 他们呢 都是禁止老百姓呢 去就是去看这些戏 对因为他们里面可能有一些 就是不是善良风俗的 那些故事在其中啊 但是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文人参与了 那势必要经过文人的参与啊 就好像冯梦龙重新改编了 这个杀狗记一样的 经过了这个参与之后呢 大量的修改之后 这个男戏呢 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文雅的 或文人的戏啊 那他开始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叫做永家杂具 或叫温州杂具 慢慢他就走出了这个温州 那就可以呢 北上交流 南下呢 也有机会呢 去发展 也慢慢的去改变了声腔 那南北戏文呢 一旦交流了之后啊 到今天为止 我们说金流败沙 是四大男戏 对 那男戏剧本呢 还可以找到的 包括剧目能够存在 我们可以去查考的呢 大概有两百多个 两百多个这个男戏啊 那他的这个发展到最后呢 我们就会说 他就会 就是会集中在几大声腔上 对 大概到了明代 元末明代的时候 几大声腔 比如说海岩腔 鱼瑶腔 昆山腔 易阳腔 那我们都读文学史都知道说 海岩腔是最广的 就是流传在这个中国南方啊 很广的一个 就是系 南系的声腔 分成这几种嘛 那这个广大的地区呢 就听海岩腔 易阳腔呢 它流传的时间很长 可是最后呢 都不敌昆腔 昆山腔呢 因为经过魏良府的改良啊 经过文人世代府的 就修饰它 它就更美了 我有好几次呢 都请台湾昆剧团 到动画大学去演出 那学校也很大 人有一万多人 那所以很多人 我都不认识 走在路上有陌生人 就抓住我就说 朱老师昆曲好美啊 我说谢谢你 你有来看啊 对对对 这边有理工学院的 也有那个体育系的 对对对 就是距离我非常遥远的 这些人都抓住我说 谢谢老师 昆曲好美啊 对 所以这个昆曲就 就是越过了 这个易阳腔 海岩腔 变成了后来大家 最喜欢的一个 就是传奇剧本啊 搭配的一个声腔 或一个剧种 去做一定的发展 跟流传 所以我们就 大概就知道 就是说原来啊 南系的 这个从温州的 这个杂剧 慢慢开始去发展的 一个渊源流传 那因为它中间 一定要经过 文人的这个雕琢 才会变成一个 比较精致的剧种 那在 那海岩腔跟易阳腔 它可能没有 这么幸运 得到像卫良福 他们这种 非常辛苦的 加工跟改良 所以我们等会儿 要听听看的呢 它其实是一个 昆腔啊 去做的这个 杀狗记的演出 这个也很难得 很难得的事情 对 所以在 我们在 就是介绍这个 原杂剧啊 它慢慢的发展到 昆腔的过程当中 其实杀狗记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例子 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所谈的 这个杂剧啊 包括从北杂剧 一直南传 变成南戏啊 的一个重要的 指标性的一个戏剧 然后再 演变成为昆山枪 让听众朋友们 多有一点了解啊 就是不只是昆曲呢 其实要介绍的 还是昆曲 但是呢 要为大家讲述 的是昆曲的前身啊 它是怎么慢慢的 发展跟流传出来的 那然后呢 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 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要知道 这个戏剧本身啊 这个故事 它可能是流传 在民间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或者是 当时就是采风来的 就是地方上 有一个底报 或者是一个 民间流传的 一个故事啊 它就可能 可以把它截取过来 变成了一个 戏的题材 那这样的一个人 写作 它无疑是 很符合 那个当时的 那个社会新闻啊 或者是 话题性的需求 这个就跟我们 以前看的 很古老的那种 梦江女啊 孤岛长城啊 那一类的故事 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也许我们看 今天看 梁山伯与注音台 也许我们看 游龙细凤 看这个 就是白蛇传啊 什么等等 这些故事 都能够往前去追索到 很古老的 譬如说汉代 东汉的时候啊 笔记体里面 就有这样的故事 那所以它就是 慢慢的就发展下来以后呢 有文人就改编 跟改写 但是原杂剧不是的 原杂剧 它其实取材的 就是例子上 不一定就是 古代的那些 王兆军拿出赛那些故事 它更多是取材于当下的 跟三言二派一样 取材于当下的 因为当时都会有一些 小报啊 或者是一些 就是 社会新闻 因为重大的 这个消息 或者是社会案件 或社会新闻 那所以呢 文人就会把它 改编成为他自己的 就是小说 或者是这个剧本 很多 我们之前曾经谈到过 普松林 我再拿他做一个例子 来说明 他们都有一点像是 那个报道文学的作家 对 或者是说 地方上采集的 这样的一个作家 那他们会 有一个基地 或者是有一个工作坊 设在那里之后呢 就是以它为工作站 去搜集很多资料 回来以后呢 就是大致上 去外地搜集过来 假设我是 他们工作站的一员 我就会到 那个地方上去 庙口或市场上 看到一个老人 坐在那里抽烟 那我就坐下来问他说 北北有故事吗 也有故事吗 或者不要这么问 这么直接就说 跟他聊聊天 发生什么事啊 对啊 他就会把最近 哪一家的这个 娶媳妇啊 哪一家又生了 天了这个儿子啊 哪一家 一些奇谈的 对对 一些奇特的事情啊 甚至于说 哪一家生了这个双胞胎啊 哪一家又 又种出了一个 这么大的瓜啊 他就会 类似就是说 把它筛减一下 拣选一下 之后把一些 他觉得有故事性的题材 就写下来 所以原杂剧 它本身的存在的 意义跟价值呢 可能就在于 这个社会性的议题 或者社会性的话题 新闻性的话题 是 就是当下 做了一个反应 这个我觉得 也是它的 很重要的特色之一 所以我们也把 杀狗技放在这个 脉络 对这个脉络底下呢 去观察它的时候 就会发现呢 它应该是 更结合当时的这个 社会上大家的舆论啊 讨论的一个话题了 是是 好 所以看起来 杀狗技 好像跟我们现在所熟悉 舞台上面的昆曲 很不一样 但是其实 像朱老师所说的 如果放在当时的 社会脉络里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 属于那个时代很多 它背后发展的故事 它的精神 这样说起来 说不定我们现当代 也可以写出现当代的 昆曲的剧本 是是 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可以尝试看看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非常 谢谢朱家文老师 跟我们聊 原杂剧的剧本 杀狗技 那么最后 老师带来的这一段 就是温州 勇家 他们的昆剧 对 勇家的昆剧团 他们的演出 好 我们一块来欣赏 也谢谢朱家文老师 谢谢 谢谢 那今天不只是昆曲 就为您进行到这边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天 晚上同一时间 再会咯 拜拜 拜拜 谢谢 只要佳愁是鱼 七口大中鱼 却要开口心愿意 不惧愿意到 自己要佳愿意今生 他却很不心意做之意 有如他目见才今晚算的 一见他优于你 以怨生恨生呼说感去 寒暄日不来 作为作伤笔 骨头相传 总不与我 骨头亭不寒暄 多来不待 有大事然进进离只 山东飞与山人来 世界自传自知 愿意的感情好心 和家外好心 家心一心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